它其實跟當代藝術 應該是一個互為補充的狀態吧 這些文物在這個年代呈現在我面前 就是屬於當代人的感官 某個部分它是具有一種承載性質的 就是某一種真實遺跡的替代品 讓大家有點想像的空間 它到底是現在的東西 還是古代的東西 古今一超越 古今這個展覽的主軸是我們每年都會在暑假的時候舉辦的一個展覽 在中國的古文物裡面其實有很多文人把玩的東西 它的美感它的精神性完完全全的超過於現在的超公仔的文化 所以因此這是我們這次展覽裡面想要凸顯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強調的密名的一個點是所謂的New Relics 就是新的文物 但是與其是將這些當代藝術作品拿回去跟過去的文物對照 我們比較希望是把文物拉到當代的語境來 所以今年我們的主題也是定調在於超越這兩個字 最近這幾年我就是對這種它本身就已經很有故事的那種物件 特別的關注特別的感興趣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才野生出後來訓過那個展覽裡面 其實很多就是有討論到那個陶瓷物件 它本身的一些歷史背景故事這樣子 那對我來說我在做的事情其實是用我這個當代的感官的身體 去看歷史或是看文物 所以對我來說它並不是一個斷裂的東西 我覺得古今這個議題非常的巨大 那當然我去談這個命題的時候 我去思考回到現在 藝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是如何被建立的 以及我們如何去閱讀它 我會覺得它其實是讓我的作品能夠再解放到 跟其他藝術家互動的另外一個義職的平台 我這個系列的最後的表光呈現 也有點像古外 像畫 不只是像攝影 那古今的對話不就是等於 讓我們準備好去迎向未來 那當然大家熟知的艾薇薇的作品 他的這些用清代結合的桌子 當然展現了他對於文化的一種態度 至於王廣義 他最受到市場歡迎的紅色理性的系列 以及我們有另外一批作品叫做 被黑色工業漆覆蓋的名曲 那這些系列都是在1989年左右完成的 都代表了一個藝術家如何在當時資訊未開的時代 是如何去幻化成自己的想法 當然最後一個年輕藝術家是徐久 那他這次的作品有很大的突破 他希望在把這三個師古人師道化師自我這三點 都能夠提升到自己的作品裡面做一個展現 那其實像劍影跟王廣義他們兩位都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雕塑是他們完成他們在繪畫裡面沒有辦法表達的 不管是情緒或者是角色或者是一個觀念 就是我的繪畫其實對我來說它其實有雕塑的感覺 繪畫跟雕塑的共通性其實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身體感的展現 我那時候做這個作品我就想要去探討身體 那其實看起來像解剖學的東西 它的細節我並不是用精準的解剖學的概念去做它 它還是一種對於肉體的想像 譬如說它的肌肉的分布啊 我會把它比您像是花瓣一樣 然後甚至是一些線條的細節或是脹氣的分布 我就會讓它變得像是我繪畫裡面 強調線條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 因為它之前它的那個繪畫其實就蠻有雕塑感的 它會有一些就是塑造那個顏料的方式 像那個用那個擠的嘛 對對對 使用比較深的顏料它卡在一個 具有雕塑造型的那個溝槽裡面 那它會比較容易去凸顯這樣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其實在我的繪畫或是雕塑作品裡面 我其實我經常會出現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然後因為我的作品它其實是跟星圖或是地圖有關 就像這件作品它其實是有一些醫學圖鑑 就是有包括有一些心肺然後腸胃肝腎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我其實描繪的是它其實是人體內部那個 最柔軟最不堪一擊的內臟 但是是最富有精神上的 很象徵的意義 那這件作品其實最早的源頭是 出自一本小書叫做 《當代雕塑20招》 那《當代雕塑20招》其實是一個 我對創作思考的回憶 《當代雕塑20招》裡面 其實我就寫了20個招數 其實有點像是套路 所以我選擇用這種很純粹的材質 去處理一個造型 在我的概念裡 其實3D電影的材質它是一種圓形素材 同時3D電影也比較符合說 我常常起來從事教學 或者是進行藝術家書的創作 一個脈絡系統 因為我去年10月的時候 去中國的瀝水柱村 那我們是不是把瀝水最被人熟知的風景 我拍下來以後 再轉成傳統底片的副片 這是一個 我們明明在這個地方生活 也看過這些場景 但是轉了副片以後 它讓我們有一點好奇 又不知道這是什麼 所以這變成一個最早的核心 東德時代的陶瓷狼犬 被我用素描的方式 把它做了身體的變形 然後這個變形後來 就是又再做成了立體的陶瓷雕塑 那這個作品它變形的依據 是造一些訓練狗的障礙設施 然後去描繪這些狗 在穿越障礙設施的時候 它身體的一些變化 我會比較想要好奇就是說 對你而言 你有沒有去意識到說 它是形構成一個什麼樣的符號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做作品 我其實有個強迫的正式 就是蠻希望就是去 藝術家不要做太多的 自己過多的詮釋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希望它就是一個 單純的權 然後不會有任何其他外加的因素 甚至是說符號啊 詮釋在上面這樣子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藝術家 都有他很大的熱情 去完成各種不同形式的作品 所以說我覺得這次也很幸運 能夠邀請這一些藝術家 他們展現了平常 並非他們最常被展示的 一些作品的部分 所以像我們的藝術家 有提供我們很多的回饋 包括他說覺得這個展覽的 融合的部分不只是古今 而且是各種媒材 然後包括這個媒材 還不只只是說作品的媒材 還有展示的方式 這些的回饋對我們來講 都是非常的 算是激勵人心 我們來講到一個人的一種 我們來講到一個人的 我們來講到一個人的 我們的藝術家 還有你們 我們來講到一個人的